Instagram 於星期已宣布 將實施一項新的青少年保護措施 數百萬青少年用戶的帳戶將自動設置為私密 限制陌生人向青少年用戶發送消息和互動 並限制青少年在應用上可以查看的內容類型 所有十百歲以下的用戶將自動應用新的青少年帳戶設置 更新後必須獲得家長批准才能更改 在過去幾年中Instagram 的母公司Meta 已針對青少年退出代行保護措施和家長監督工具 但公司仍面臨批評 只則其過多地將安全責任放在家長和青少年身上 青少年帳戶的變更計劃下星期開始 預計在60天內在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和澳洲的 所有青少年帳戶中實施 並將在今年遲些和明年擴大至其他國家 天安威士記者 編輯報導